英國醫學會向政府提出 應該當成20%的高糖飲品水 糖分是健康大敵就眾所周知 更會令人上癮 之前有一個女士來的 四十多歲 後來有一次她來到 她見她很不開心 朋友告訴我她不能吃雪條 所以哭 原來她一天吃十多枝雪條 對於她來說 其實我們知道糖分也會令我們有上癮的情況 原來每個細胞都習慣了 原來經常有糖分 長時間吃太多糖 胰島素會有大量分泌 胰島素長時間有大量分泌 令我們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度大大降低 對於糖分的轉化吸收會有影響 導致我們血糖會高成所謂的糖尿 其實健康人士每天又可以吸取多少糖分呢? 我們一般香港做的標準 就是根據中國的標準 每天每天的攝取是2000卡路里 這樣計算的話 應該是不多於50克 50克 一般來說 1茶匙 5克這樣計算是10茶匙 聽我們一罐汽水 可能8至10個茶匙 很簡單 甚至有中草藥的兩茶匙 他們本身也有不同的糖分 其實我們很容易一罐兩罐已經是8分 而市面上有很多加入代糖的飲品 都聲稱無糖、零熱量 到底又是否真的健康呢? 因為他們會覺得沒有糖、沒有熱量、沒有糖分 那我可以喝無限 因為零靠你 零加零加零加零其實都是零的 但問題就是 當他經常在浸泳或甜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就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會不會在其他地方 拿到一些他想要的熱量的東西 會增加在行為上面 而在心態上、甚至在心理上 其實會發生 已經證實了有些研究是匯落